大家好,春天米兰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养的米兰花呢 有一几个操作一定要做好了 让它再接下来孕育更多的这个花芽 长出更多漂亮清香的花朵 我这盆米兰花的话 现在已经是有一些花苞在冒了 大家看这些枝头上面呢 已经是冒了一些这个花朵 米黄色的这些小花朵 那么现在养米兰花呢 有三步工作需要我们趁早对它进行了 第一步就是要给它减负 减负呢就是修剪一下 它上面非常多的这些敲叉枝 这些枝条呢非常影响这个米兰的生长 和一些内糖枝都给它修剪掉 这些枝条呢会消耗这个植株大量的养分 对于它后期的生长呢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现在要给这个米兰花进行的 第一步就是给它修剪 修剪一下它这些枝条清理一下 对于它后面开花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上面的这些枝条呢 我们就尽量不要剪 因为米兰花它要开花的话 这个枝条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老化 才能够去开花的 所以呢上面的枝条呢先不要给它修剪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这个米兰的花期了 就能够开出漂亮的花朵了 如果想要找开花的话 上面的枝条呢尽量的给它保留 不要给它剪太多 一些交叉枝或者是重叠枝 给它剪一下就可以了 主力的开花枝条呢就不要给它剪了 好修剪了一下之后呢就要到第二步了 现在就要给它补肥 现在补肥呢主要是给它恢复生长用的 现在还不到米兰开花最旺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就在它花盆里面给它 加上一些这个肥效温和 而且肥效释放长久的干养分就可以了 能够给它补充到充足的这些养分 让这个米兰花在现在快速的 让枝条里面补充到养分 那么到了它开花最旺的那一个阶段呢 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开花了 所以呢现在的米兰一定要给它补充到充足的这些元素 让它把消耗掉的那部分养分呢给恢复过来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要给它挪出室了 现在的气温如果已经保持在15度以上的话 这个米兰花就要出室了 出室的意思呢就是给它多建一些光照 让它尽情的吸收这些光照去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这盆米兰花到了开花的那段时间 就能够呼呼的开除很多花朵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